今天是元旦也是連續假期第二天 湧現了初有人潮 民眾上山去踏青 直奔南投荷歡山 武嶺停車場大爆滿 就連要跟武嶺地標拍張照 也是大拍長龍 一等就是四十分鐘 另外武嶺農場則是有粉紅色的梅花綻放 直到中午一點 超過四百輛車入園賞花 而且破一千六百人到訪 至於看到雲林前縣長張榮威 他住家前面還有洛宇宙也轉紅了 彷彿致勝歐洲 現以許多民眾前來取景 元旦出遊大批民眾直奔 荷歡山 必拍景點 武嶺告示牌前 遊客更是大拍長龍 未來和武嶺地標拍張照 一等就是四十分鐘 熱心民眾穿著後外套 吹著冷風也要等 他排多久 大概四十分鐘 排這麼久 對 二三十分鐘 半小時 結果要排這個拍子就對了 對 大批車輛衝上 荷歡山 部分山路出現塞車狀況 武嶺停車場也早早停滿 而更往上走 武嶺農場也有不少遊客 湧入賞梅花 武嶺農場內三種粉色梅花 以及臺灣少見的臘梅 在園區綻放 畫面每不深收 截至中午一點鐘為止 入園賞花源自已經破千人 武嶺農場 在下午一點鐘左右 已經湧入了一千六百人 大概四百臺車輛 靜置的溫度 最低溫可達兩度多 最高溫大概十七度 請遊客們特別注意保能 拍照打卡熱點 還有雲林縣前縣長 張榮衛住家前的親譜 落雨搜美景 葉片紅綠交錯 搭配水池造景 彷彿置身歐洲 即使不能出國 來到這也很有出國 FU 新年第一天 民眾趁元旦出門走走 也讓各地景點湧現人潮 這也為少女方忠誠 南投雲林報導